杖料店尿妈记腐乳验出立让牙包赶群超标 负责人向市民和食安中心自协 百年老店尿妈记结业 负责人承认 三十年前已经因为法例要求 不能自行生产白腐乳 改由内地购买 因为尿妈记过不到一个时代的恶惯 腐乳发酵成了一个山腐乳的时候 然后有一件副产品就会出来了 那个叫做龙酸水 香港的法例在三十年前要求要高了 就是要变成清水才能碰到地上 排污条例它要改善 白腐乳的位置是做不到的 但是做一瓶腐乳 除了白腐乳的位置 后面还有很多养腐乳和养水调味 还有酵汁 然后再包装入瓶 他说不是全面在香港制造 市民感觉可能有落差 照纸上的调味精良 亲自监制是爷爷留下的口号 不是逃避 出产腐乳亦都用了很多时间和人力 尿妈记腐乳这次风波 由验出立药牙包赶菌超标之后开始 食安中心更加召开记者会 透露检测过程 和展示厂房卫生情况欠佳的照片 我想在这个大喜业电波 和食安的同事连日来 可能发生了这么多事 就先说一声抱歉 真是对不起的 因为我们尿妈记做了很多决定 或者是回应了很多事情 都觉得反应有点过 他说已经遣散了最少10个员工 看不到重开的可能 对于有客人要求退货 他就表示会尽量回收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